嗨大家好,我是笑笑,给大家带来快乐的笑笑,邓超一直是一个在社交平台上相当欢呼的男明星,他自带的喜剧天分,加上在跑男中一直迎到的幽默人设,使他在社交平台上相当活跃。 在社交平台上,邓超最热衷的当属是娘娘孙丽,夫妻二人经常反传,邓超还自暴在家中地位极低,可是近日邓超的一组自拍照却吸引了网友的关注,那就是邓超在网上晒出了一波腹肌照,还是穿了运动装,是运动之后大汗淋漓的照片。 通过照片可以看出,汗式的运动装下肌肉线条明显,六块腹肌刚进有力,邓超也骄傲的配文声,一天一公斤,看来邓超此时在努力减肢增肌,可是没想到发出这张照片之后,邓超被网友疯狂于This期中分量最重的当属张艺山。 张艺山甚至直接喊话邓超说,有本事拖下来看看,张艺山的好身材是有目共睹的,尽管近段时间身体不好,但是张艺山在拍摄《鱼醉复出》之后,就一直是钢铁小型男的形象,所以在看到邓超晒腹肌的时候,肯定第一个站出来的,不过没想到张艺山和邓超原来私下是关系这么好的朋友呢。 除了邓超晒腹肌引人入目之外,近日又疯传邓超和孙丽喜传又怀三胎,在全国全面放开二胎,孙丽又是香港户口的前提下,怀三胎也是名正言水,就像网友一直期待的那样,凑齐等花开。 邓超可真是人生赢奖,自从去年拍摄那家花开月正元期间,网上就一直疯传孙丽怀了三胎,直到现在也并没有确切的消息,近日孙丽又接了新系大清相国。 而且也是郑小龙指导,算是二人在甄嬛传,明月传之后的再次合作,所以消息很可靠,如果孙丽真的已经开拍新系,那么怀有深运的消息可能并不属实,不过网友经常传出邓超和孙丽的三胎喜讯。 看来网友对二人的婚姻都有更高程度的祝福,邓超不晒了腹肌照,就又传喜欢三胎喜讯。 网友纷纷表示祝福,还夸奖邓超真的是老大义壮,不过邓超孙丽今年只有四十岁出头,还是正当忘年的时候,若是有幸怀上三胎,对这个家庭来说,真的是锦上添花的大喜讯。 网友朋友们认为,这次网传的邓超,孙丽怀三胎是真的吗?欢迎大家在文末留言讨论哦,感谢亲人的用心阅读,如果能赞一下,笑笑今天要开心的满地打滚了,关注笑谈风华故事,持续给您带来欢乐哦,本门由笑谈风华故事原创,欢迎关注,带您一起长知识。